大家好,我是GidgetEye 在我們身在台灣採訪Counter提示期間 我們遇到Sony Xperia ZR的記者會 我手上拿著一部防水的 又有快門鍵的手機 它是一個4.6吋的70P的螢幕 就是一個和Sony Xperia TX一樣 大小和擺盡度的螢幕 整體的設計其實和Xperia Z都很相似 正面是全黑的螢幕的邊緣 然後在機質也可以看到 有一些邊緣 這個邊其實根據不同顏色是有不同的 這個粉紅色和薄荷綠色 就是用光面的機邊 如果是白色或是黑色的話 白色比較特別 因為它是用了銀色的機邊 這個銀色機邊和黑色的機邊 也是用了金屬白色的設計 它的機背的位置 可以看到有少少的弧面 就和Sony Xperia Z不同 雖然是同系的手機 但也有少少的分別 跟Xperia Z另一個分別 就是它有一個可以打開的背蓋 我們打開它 在這裡 在這條背 就可以看到它機背 這個位置 就是有一條防水的打邊 然後這條邊圍著 基本上就是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這個電池 和SIM卡的插口 在這裡 電池和Xperia Z一樣 是2300mAh的電池 而這個機蓋的卡口 就在這個位置 就不是平時的在最側邊的位置 這個是有少少不同的地方 我們先蓋上去 可以看到機背 有一個可以親身幻像素鏡頭 補光燈 然後旁邊就是一個NFC的晶片 下面可以看到一個揚聲器 跟Xperia Z不可以 Xperia Z就是擺在機側 機側現在就擺在一個發明件 所以這個揚聲器擺在你的機背 音樂方面都可以的 另外你也可以看到 有3.5mm和Micro USB 都是用了一個蓋來保護 跟Xperia Z不同的就是 這個Micro USB的蓋 我先打開 它的蓋是比Xperia Z鬆一點 和比較好蓋一點 就改善了Xperia Z上面一個 比較難蓋的問題 好,那我們開機看看 基本上介面 都是跟Xperia Z 基本上一模一樣 都是Sony自己的一個Android介面 在系統裏面 亦可以看到 它在走同一樣的Android 4 1.2 基本上其他規格 例如2GB RAM Snapdragon S4 Pro 的CPU 都是基本上跟Xperia Z一樣 當然最大的分別 就是它的機體 即是有一個問題 我們按住這個問題 就可以很快 進入到這個拍攝界面 而這個拍攝界面 裡面 它在用1300萬像素上 所以 也是支援到HDR的影片 拍攝那些 而且這個介面 我們可以說它是非常之快 整個反應 它在玩的更新率是非常高 所以在隨便的時候 我們感覺非常好 始終現在還是簡單的動手玩 原來我們在這裡玩到台灣的版本 亦都未見到LTE的支援 當然來到香港的時候 我們會再跟大家更新一下售價 好呀 LTE的支援 我們來資訊